这个内BAR的话,大概还要增加哪些东西,第一步记得UL到UL可以用项目清单 然后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清单,这里面好像有空白,把空白拿掉了 他前面好像有空白,空白会造成可能会往右一点点 好,那再来的话就在上面怎么样,上面跟,就是在UL的上面跟斜线UL的下面 增加什么,增加DIV,把它包起来,那包的方法就是小于加一个DIV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什么,DataRaw,DataRaw,你用选的它会跳出来 DataR,有没有打个R,DataRaw,等于什么呢,等于Netbar,打个N期就应该会N有没有,它会自动提示啦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聪明的,然后再加一个后面的一个大于符号 好,那这个OK之后的话,下方呢,请你再加什么,加一个结束DIV的,再把它复制下来好了 那这边加一个斜线DIV,然后再一个大于的符号 好,那如果更标准一点,其实可以把UL这边 再向右说,选取按Tab 让它再后一段,意思是说你会把一层一层的 有没有,如果你这个架构啊,看起来没问题的话,那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及时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地方 首页 怎么没东西 把它save一下 储存 刚刚这边没有储存,把它存档一下 好,存档之后的话呢,再来看一下 及时 第1,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做错位置啊 这个第1个page,啊,你看 为什么错 你可以发现没有 这个啊 这个什么id等于page1 那home在这里,结果知道page1,那怎么办 没关系 给它乾坤大挪移一下就好了 怎么挪移呢 这个把它搬上去了 有没有,搬到上面,那把这个改成home,这个名称把它剪下来 然后这个名称呢,把它移上去 换个名称就好了,啊内容 这样ok了,特别之后,如果你放错位置没关系啊,有这常常出现的 及时一下,有了,有没有 1234个按钮了,但是问题 上面超连结还没做,所以呢,再来做什么呢 把超连结做上去 那这一个的话呢,就是 连结到page1 那怎么连结到page1还记得吧 这个啊,选升平两个,选这边,选这升平两个字 然后连结的话就紧,特别重要,一定要紧符号,加个page1 然后这边的话呢,记得紧这个一定要有 那底下的话呢,就page2,所以这个的话就page2 然后依次类推,这个page3 然后这个page4,反正其实就有点像啦,就固定的工作 然后当然目前的话,你把它及时,它就出现,可以,可不可以连结 有连结过来了,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上面呢,加icon icon怎么加,还记得吧 一样切到那个标签-4 视窗 然后往下卷动,它会跳到那个 JK Mobile OK 然后呢,它有一个叫dataicon的选项 icon选项 这里 那我要怎么放呢,这升平要哪一个 升平用哪一个 比较ok呢 随便 gree gree 作品的话呢,因为它就是这几个啦,作品的话呢 那就是info好了,OK,风格的话呢 那就是start OK,反正这个只是一个 然后评价地位,评价跟地位的话 就一个plus,OK好,那这样把它及时看一下 你有没有,上面就有icon了 最后的话呢,再来就加颜色,颜色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怎么 一样这个颜色,这个是 叫datathing 上面的颜色 datathing 所以 这上面的话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叫 T开头 data T开头的data thing OK 然后呢,这个颜色的话给什么 它只有五种颜色嘛,黑,蓝,干脆啦,这个是蓝色 这个是银色,就bc 这个的话呢,就是 d,bcd 那这个就e好了,OK,反正按照顺序 因为顶多 黑,黑就a嘛,a就不算了 反正就跳过,就bcde好了,即时一下 有没有 bcde,OK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已经做好这个所谓的netbar了 OK,netbar部分就OK啦 好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来看那个list view,下面的部分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的来源 也是从那个什么,从里白的这个底下 可能5678好了,5678 OK,这几个 那一样啦,你可以再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把不要部分把它删掉,这可能要做一点 做一点那个 这个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把这些,这就是说我们可能有这几个项目,那如果你要做list view的话 当然一样 最简大的方法,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啊 拿 刚刚的这个做完的netbar来改 最快 我讲过哦,有没有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他差别是说呢 Netbar 它是 DIV到DIV 那 这个什么呢 list view 它是UL到UL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 他,我们现在做好的UL到UL,你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贴到内容里面 内容在哪里 其实内容就是 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哦,OK贴到这个里面 然后把它delete掉好了,enter把它把它分开 Ctrl-Z一下 这个要非常小心哦,移到移到这边来好了 再移到这里 那我把刚刚 讲的没有,上面这些啊,UL到UL 这个范围的程式,Ctrl-C 避开DIV,有没有 移到这个content 的这个区块里面 把它贴上 然后我只需要什么,把UL后面加一个什么 DataRaw 跟刚刚一样哦,一类似哦,Data加一个R,DataRaw 等于什么呢 那个叫list view OK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 大致上我们 就差不多做完了,我把它切过去给各位,切即时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边就几乎做好了 只是说上面的名称 不是我们要的,假设我今天是希望把它改成影响 所以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把上面的名称呢,再把它改成什么,影响 然后传说 那一样啊,简简贴贴啦 然后家族 以此类推 学术考证 OK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切过来 就 大功告成啦 那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啦,如果你想你野心比较大,你要全做大OK 表示你更认真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们刚刚主要是 先做出一个项目清单 然后呢 外面包什么 包这个 这个东西 OK 外面呢,主要是包一个什么 DIV这个东西 一个头一个尾 然后呢,再插入超连结 插入超连结的话你用选,然后下方有个超连结,连结有没有 记得 请 Page1 请Page2 Page3 Page4 然后再加上Icon Icon加的方法 特别注意,比较 容易做错 游标放这边 这边 右边的资料 这个什么 标签 是 视窗这边有个 叫做 JQuery Mobile 然后就找到什么 Data Icon 选一下 当然这个 至于哪 要选哪一个 你可以自己决定 再来的话就选颜色 选颜色的话就是Data Thin 那边一个做一个,一个做一个,每一个都设定不一样 就完成,完成之后呢,你可以再把 这个 这个里面的东西贴到下方 那贴的话记得,UL到UL,那只是多改一个什么 一个叫List View就OK了,那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样